大家好,我是小林,每天给大家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熊安炸了,这个习包子的千年大计啊,是朝天前啊,老天爷啊,都看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北京也不行了啊,已经是喊出社民们,非必要啊,不外出 这背后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啊,今年这个气候灾害确实比较严重啊 全球这个气候问题啊,一波一大波的这个褒雨,特大褒雨台风正在向习包子的老巢袭来啊 另一方面就是包包这个所谓的极箭狂魔,所谓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根本就不行了啊 这个包包没有钱了啊,这个现在到处啊,所谓旧事啊,都都压根就,就没钱啊,都是喊口号啊 那到处这个出动这个,呃,宣传机器啊,只剩下宣传啊,这个没,这个你好歹像温家宝也有几万亿投出来,真的没钱 没钱啊,我之前分析过来这个中国像北京这么大城市,每年呢,就把这下水道里面的淤泥,因为你每次你下完雨啊 啊,要清理到,里面都是特别像中国这个地方,又又又是卫生环境啊,一直以来啊,这种公共素质各方面都都是比较堪忧的了啊 啊,对啊,这实话实说啊,这个这个里面的淤泥啊,方方面面会堵塞的嘛 啊,每年就清这个东西是以千万为级别的一个城市的维护啊啊,所以这个 这里面肯定就是就节省开支啊,今天我们拿到最新的数据,以厦门为例 中国广大的城市一二线城市,这种重点城市啊,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 啊,整个这个财政收入坍塌啊,没钱这种,所以我们今年为什么看到上海,上海整个什么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展会啊,都泡水了 啊,都可以这个油皮挺了,无锡啊,这两天厦门都是响当当的起码叫得出名字的厦门对面就台湾建给台湾看啊 啊,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这样一个深圳一个厦门啊,都是建给对岸看嘛啊,就有多牛逼搞多牛逼是吧 啊,连这些这个面子都搞不定了啊,连这些这个千年大击都搞不定了啊,那那看来真的是不行了啊,那我们首先说说北京还有熊安的情况啊啊,先说北京 7月29号17时30分,北京市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是防汛指挥部19时启动了全市 是防汛红色一级预警信号啊,这个红色一级在在大陆处于最高级,暴雨红色预告一级是防汛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那可是简直是罪了,你想北京是非必要不外出一方面啊,当然天气很糟糕啊,另外一个层面,那就 那就是一种操弄 我说了,现在习包子全国上下逮住一个机会,大家发现没有 包括成都啊,搞个运动会啊,包括北京来一场雨 以前哪里有那么关心老百姓啊,突然之间逮住一点点机会就在演练非必要不外出啊,前几天什么 猴斗啊,是吧,这个来个台风,是吧,福建来个台风,都在演练非必要不外出,这是一种训练啊,这是一种心理训练啊,到整个群体在做一种军事化,准军事化训练啊,各个单位落实响应措施啊 这,上游所好啊,可能是要做好相关准备应对啊,说这个7月29号啊,到8月1号将会出现大暴雨 防山,门头,长平,海淀,哎,一般来讲,这个首都为什么会设为首都,就是那个地方灾害,一般来讲都比较少 所以这个北京呢,你看,哎呀,搞的又是沙尘暴雨,又是特大暴雨的,那那都是自己做的啊,都是自己做的啊 啊,听说这个细胞纸在成都啊,这个专门的搞很多,这个让成都那一片就是搞砸了480多万啊,说这搞气象武器啊,把成都搞成一个晴天,哎 这个,这些都会有报应的啊,都会有反作用的,在自然界里面啊,这个包包继续做,他的肯定全国各地都在做啊,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具活动啊,也是也是在做训练啊,这些 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学校,你看特意提一下学校,都要拿出来说这啊,就是学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反复被污名化啊,你看他这么多行业他不说,他专门每次都把培训拿出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操弄啊,这个什么培训机构全部停止线下培训,那你专门提一下餐饮啊,餐饮行业, 停止线下吃饭啊,这么多行业,几百个行业,每个行业说一遍,有没有可能,你说啊是吧 就一个停止室内文娱活动就完了,专门又提一下培训啊,证明这培训没得完啊,没得完啊,所谓恢复肯定是假的啊,肯定是假的 你要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关闭所有景区啊,就是进行的一通操作啊,必要时刻采取地铁公交停运啊,呃,这个严正以待啊,这个中央气象台,他发布了一个红,红色预警啊,他说的是,2011年以来啊,呃,这个首次发布,这么大啊, 是河北中南部,北京以南,呃,将会,北京西南部将会遭受特大暴雨,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什么,那就是雄安那一块,他都不敢学雄安,其实就是雄安兴去,雄安兴去,遭受特大暴雨,呃,这个但是我们很鬼屌的一件事,就一个这么大一个事情啊,那个没有,没有什么流出来啊,是河北中南部,北京以南,呃,将会,北京西南部将会遭受特大暴雨,呃,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什么,那就是熊安那一块,它都不敢学熊安,其实就熊安兴去,熊安兴去,熊安兴去,遭受特大暴雨,呃,这个当然我们很鬼� 这什么录像 现在中国这种黑箱话是越来越可怕了 熊安应该到处拍一拍 熊安有没有泡水椅拍出来 有几个方面都说什么什么台风带来极端暴雨 其中什么负热带高温 引导北上热带高压阻挡 停滞华北等等 地形台升等等 这个与此同时 这个昨天河北也是炸了嘛 这个都也是跟这种基础设施的折旧有关 河北恒水市安平县 红旗街金色阳光小区 沿街商铺发生爆燃 火禽 漫年 漫年整个建筑 这个一排商铺全部烧了 初步调查 调查 自来水公司二次管网改造施工中顶破天然气管道 自来水施工顶破天然气管道 发生燃爆 燃爆啊 这个这里面就不知道怎么施工的了 那里面两个人死亡 两个人重伤 这两个重伤的估计就还有一口气啊 就还有一口气啊 这都是这种 豆腐扎工厂啊 豆腐扎工厂啊 这个中国层出不穷 反正他他说这施工过程当中呗 就也不知道啊 反正 肯定跟这种这基础设施老化有关啊 说到基础设施老化 我们就要聚焦什么呢 就要聚焦这个中国地方政府有没有钱的问题了 没钱怎么弄啊 对吧 没钱是没有办法维修和维持的了啊 今天我们先聚焦一个典型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厦门啊 厦门这个地方啊 真是不行了 目前啊 全国36个主要城市直辖市和这种省会城市啊 省会城市一般来讲就全中国比较好的地方 对对 经过历史考验的嘛 就会这个地方你肯定交通比较方便呢 或者什么 这他才会变成省会嘛 从从这么的几几百年以来 这个这个地方就慢慢慢慢形成一个省会 比如广州对吧 除除了最近几十年才才才搞的地方以外 他多多少少啊 这个考考虑到一些地形 因为除了习包子那个雄安 他他是老是进水的啊 因为那雄安是这个是不符合自然规律 你像深圳 像浦东 他多多少少有点考虑 比如这个沿海啊 港口啊能够跟呃 有一个建设港口的条件呢 也能够通商宽衣啊 你看到这就搞的比较 其实共产党画过很多圈 比如潮汕地区也是最早的什么 也是什么什么是吧 啊那我怎么什么计划 担念是什么玩意啊 啊 在潮汕一直没搞起来 就就是很多次 基础条件嘛 对不对 不一定画了个圈就必要非得藏啊 深圳跟跟潮汕一个一个条件 那为什么潮汕潮汕没没搞成深圳搞成在香港旁边嘛 啊 啊然后然后这个各方面各方面条件 啊 所以这个这个处就除了席包者的雄安是特别糟糕啊 他没有考虑任何的通商宽衣 也没有考虑任何的这种 地理条件 雄安是个这个那个白洋店那个地方就就是积水的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不然就怎么会有个白洋店呢 对不对啊 啊那那里面 啊说回厦门啊 厦门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的 啊 这个这里面就啊 现在但是也也是出现这经济下滑了啊 公布这个这个报表的这个省会城市里面啊 竟然哪有十几个省会城市啊 增速也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般来讲省会肯定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你比如像日本 日本 不单止东京啊 像像大阪这种地方 放在这个就全国啊 你哪怕北海道杂谎肯定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啊 就就是你你哪怕是一些相对落后 但是他那个省会 他有日本叫做县厅嘛 县厅其实就是省会啊 那个比如广岛县啊 广岛市啊 他就是省会嘛 啊 是就是这种省会 那他这个经济一般的比较好的地方 啊这个 但是现在啊 竟然有十几个省会啊 这个是增速都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啊里面 呃这个尤其是厦门啊 是一个炸眼睛的存在 什么个炸眼睛法 今年上半年呢 呃 厦门市的GDP增长啊 竟然只有百分之一点恶 一点恶是个傻水平了 那简直是罪了 那必须是这个简直大幅度衰退 就经过中国共产党这种美化 百分之五啊 全国啊 就能够搞得该猛啊 比如说就这么多人失业 这么这么多人倒闭 他他说就我们横向对比 啊在这个答案是造假 但是百分之五的增速已经能够让整个经济停摆 像这样 厦门是多少 百分之一点恶 所以厦门那简直是大崩溃 简直是大崩溃 因为厦门比全国的水平还要低这么多 啊去全国六点多啊 听说是吧 二季度六点多 厦门一点恶在省会上 城市里面也是垫地的水平啊 是唯一一个增速在百分之二以下的主要城市 还要做给对面台湾看的一个样板 竟然也搞得这么糟糕 很多年前因为厦门 怕那些人的经济太差就游泳到对面嘛 其实一个厦门一个 一个香港深圳都是这样 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地方经济先搞起来 为什么要先复带动后复 其中一个考虑就是这些人太多 游泳到对面了 都在都在游泳到对面 香港因为那个河道比较窄一点啊 相对 游泳到马祖要十几个小时 游泳到香港可是不要太快啊 一个小时就游到游泳过去了 是吧 所以这个当时几十万年从广东 一起大健身啊 大游泳到到香港去 所以这些地方要先搞好 先搞好现在厦门为什么如此糟糕 我们来看主要是厦门呢 这个整个经济基础都出现了坍塌 为什么施数这么严重啊 这个厦门统计局公布 第一类产业 这种产业附加值啊下降4.1% 第一类产业什么 第一类产业就是农林牧鱼 农林牧鱼里面 厦门这种地方传统啊 福建这种地方 游业都会比较发达 以前搞鱼现在都没有鱼了 现在都没有鱼了 环境污染 打鱼 东北打鱼 打到韩国来了 经常跟韩国发生冲突 有时候福建很多年前打鱼 就打到钓鱼岛去了 为什么呀 其实除了爱不爱国以外 由于比较远 如果沿海有鱼打都不用跑那么远 那就是沿海没鱼 沿海没鱼了 不然就没空去爱什么国 你多划 这么几十 几百海里 跑到钓鱼岛去打个鱼 是吧 主要是因为自己没鱼了 这个 其实钓鱼岛 现在主要是台湾跟日本 这个 已经是明确了共享这个渔业资源 没中国纳入什么事 钓鱼岛 现在要谈 也是台湾中华民国跟日本谈 真没中国什么事 这里面 所以反正这一次产业都不行了 然后第二产业的工业 工业下降6.2% 那简直是大崩溃 所以无论第一第二产业都是大崩溃 就大崩溃 就第三产业好一点 第三产业也不知道他怎么怎么做出来 第三产业喜欢怎么编怎么编 细化来看了 35个行业里面 有20多个行业 23个行业都处于负衰退当中 衰退当中 根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 厦门市外贸进出口 同比进口增长18% 大量从台湾进口 需要的东西 比如芯片 没有台湾的芯片 中国压根就不行 然后出口 出口下降1.1% 进口增长18% 出口下降1% 那证明这个出口产业简直是 一点都都不行了 出口 下跌 进口 这进口这么多没没产生出 以前是三奶一宝 进口进来没加工出去 那证明进口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进口这个东西是必需品 内部消化了 不是加工往外销售 进口出口两个都错开了 厦门这个地方 然后出口还是衰退的 那大家全国的数据好像衰退的更加厉害 第二产业衰退是制造业 所以非常明显 一个厦门其实东莞也这样 东莞一模一样 就是出现了这种叫做什么 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这个厦门2022年数据 对外依存度达到60%的 高度依赖外贸 没有外贸 这个它是个港口城市 所以这个厦门对外依存度相当高 其实整个中国经济都是一个 外外外不依存的一个经济 也不知道了 细胞只是哪根筋搭错了 所以要搞类循环 所以现在整个厦门就出现了这种 产业空心化 其实不单只是厦门 全国很多的地方 这个第二产业数据最新显示 都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里面有这么多个城市 给大家练一下 下滑最严重的是哪里 郑州 郑州第二产业 跟10年前比 跟2012年比 第二产业衰退17.8% 郑州22年跟2012年比 10年时间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滑18.8% 17年吧 杭州下滑16.5% 这就是典型的产业空心化 所谓过去的10年搞了什么 所谓第三产业搞了什么 房地产 房地产 所以当时我说房地产不行了 中国一定会崩溃 因为过去10年实质上制造业已经严重衰退 全在炒房 全国各地都在炒房 房地产不行了 那简直是最难 还有这个衰退10%以上的我练一下 长沙 成都 天津 重庆 上海 上海也是上海衰退13.7% 武汉12.7% 广州也衰退7.4% 佛山衰退6.4% 深圳衰退6% 你看广东几个几个牌头兵 基本上都都是榜上有名 全国各地大幅衰退制造业 因为他GDP是假的嘛 占GDP都在衰退 全国大面积的坍塌就是这个制造业 制造业是早坍塌 过去这么多年靠什么维持一个房地产 还有一点点出口 还有一点点出口 很多城市在拖石向虚的路上走得太快了 这不是一个什么什么 谢谢李克强搞的或什么 主要就是洗包子 洗包子 厦门第二产业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几个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都在大跳水 你看细分数据跟总体数据对上 比如液晶显示屏 过去这么多年厦门液晶显示屏搞的还可以 之前好像什么 也跟台湾近嘛 台湾搞那些什么夏普有份公司吗 好像是吧 这个液晶显示屏也是搞的可以 反正从高峰期1.46亿片的这个液晶显示屏 下滑到现在只有4460万片 也就是一亿片没有 一亿片没有了 砍掉三分之二都不止 三分之二都不止 三分之一都没有 剩下手机和数码相机的产量下降于一大半 手机产量高高峰期 厦门一连手机产量3592万辆台 现在剩下多少 165 3592万台 剩下165 厦门的这个电子器材产业简直是崩溃 全面崩溃 数码相机巅峰时期制造533万 去年只有多少 69万 所以厦门从数码相机 从手机 从夜景显示屏 这种跟台湾紧密相连就对岸 这个压的厦门竟然也没撑上台湾 这个抓住这个 这人家的红利啊 也没抓住 所以啊就看出了 这厦门只是一个侧影 就全国各地这种城市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产业空心化 产业空心化就没有什么 那就没有实质上的这个经济 也没有就业 没就业就就是什么都没有 一个经济体没就业什么都没有 就没有就业也就没社保 最近官媒很多都在报道 年轻人啊啊 你看人民日报也出来说了啊 年轻人啊 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啊 要树立正确的就业关 为什么官媒急了 他希望老百姓呢 好歹工资低你也先上班 为什么他会劝老百姓上班 告诉大家 工资低社保是不便的 他希望老百姓赶紧上班去干嘛 交社保 如果老百姓不上班 那就不交社保 但是因为一般来讲 老百姓一万块工资跟三千块工资 交的社保是一样的 中国大陆是这样啊 所以他他不管老百姓是三千还是一万 他希望老百姓赶紧就业就业就交社保 但是你说这这又没产业 产业空性化就啥业呢 疫情三年把第三产业也打包了 好歹之前还能吃喝玩乐一下 那吃喝玩乐也打包了 不能看那个最旺的 要看其他啊 这个产业都是从外围崩溃的 不要看上海外滩还有人 上海外滩还有人 上海外滩现在也不行了 要跟自己比上海外滩 比上海外滩还是小 少了 那已经是衰退 不能拿上海外滩 还有几个人 来的比就证明他行了 这不行 要同比 对吧 同比环比 这是最最基本的统计逻辑 所以先说了一个细胞质 朝天前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种产业空性化 城市大坍塌 肉眼可见 先说到这里啊 觉得好的 这个打开小铃铛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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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